在一年前,何胜戴尼河同时,阿芬曼是跌求越琴尔续音的,当时他们为德国求新开出地史最高35万英镑的冲心。 没想到,一年后阿芬曼却要到天空公司送他走,在埃尼里带来后,越琴尔在队内的位置却并不远固。 目前,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无法调和,埃尼里已经拒绝公开讨论越琴尔的状况。 对于德国人吸引了越来越多注意力仪式,他感到非常难火。 在不少箱里吐藏埃尼里,是在宠爱刚来做更多奇,把一位世界集中场障藏。 而太阳带直言,埃尼里已经向越琴尔明确表示,阿芬娜不再需要他,希望其能够在最近结束的时候离开球队。 上个月,巴林圣日尔曼曾尝试最近越琴尔,埃尼里和阿芬娜就同意放行,但被越琴尔本人所拒绝。 他享受在伦多的生活,他必须在社交流体上发表动态,表示对阿芬娜的支持。 但他也表示,如果一定要离开,他希望永久转会,而不是以最近的形式。 在阿芬娜林,一部比巴林所夫的恩人贝比赛中,若琴尔甚至逆门逆选大名单。 而他在赛后依然选择了球队交流打气。 在若琴尔2019年加盟阿芬娜后,阿芬娜共进行了313场比赛。 这恰好是他学习的第一导场。 第九前,若琴尔再次发表动态。 他引用了枪手名字《博格坦普》的一句话,当你支持一家俱乐部时,不是因为讲官、球员或是律师。 你支持他,是因为你在那里找到了自我,在那里找到了公属感。